他弄球场400万 我人生都没赚过100万 我都不知道400万什么生出来 最强勾哉葛思琦在节目爆料 某要头透过黄姓艺人 转交毒品给大小S糟告 18日被检介入调查 葛思琦出庭受访否认 受过大小S吸毒的话 强调只是分享采访经验 希望被未读的娇哥 可以出面说明一切 所以你会觉得他是误告 误告 也没有什么误告不误告 但和解当然是大家最和乐一件事情 对啊 他弄球场400万 我人生都没赚过100万 我都不知道400万什么生出来 他告诉我是侵害平常的部分 那侵害平常最主要是 名誉权的问题 我目前只有收到名 是我没有收到他的形式 我只是把我过去采访的过程中 跟我们一起跟大家分享 对啊 然后我就收到这样的传票 背道了 四处必有应嘛 那节目的开录 也是因为黄梓娇的 就是娇哥的言论嘛 我相信就是黄梓娇所讲的东西 大家都应该会有所记忆 那我觉得在法庭上面 如果说能再借由这一次 让他出来好好的说 这件事情到底是真假 有没有这件事情 我相信之后大家也不会再去聊这个事情 那你在酒店的时候是听到 噢 我听到那个时候我是讲关系人 那节目主持人是说 你那个关系人是要头啊 20多年前他们确实是 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有做过这样的事情这样 但是他们现在都不是啦 那就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对 我应该这样讲 这件事情就可以厘清说 到底他们姐妹有没有做这件事情 不是我说的 我不知道 周刊在拍到她的时候 我都还没干记者 我都还是学生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件事情 最了解的就是他们的家人嘛 就是过去的婆婆 张岚女士 还有过去前夫汪小飞先生 还有艺人黄梓娇 是小艺师的前男友嘛 那我相信大家知道这些资讯 也是这些艺人跟这些家人所讲出来的 我们才有这样的讯息 那这次打民事是不是也觉得 他是针对您的痛点去打 确实蛮痛的 对 对 确实蛮痛的 因为你也知道 你们刚才看到我没有 没有先请律师 对啊 所以我就只能就是 站在新闻的角色里面 尽量的就是把我所知道的事实 具实的陈述这样子 对 我相信法院应该会传我们清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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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